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在远古的印度,有一个名为西达多·乔达摩的王子,他生活在奢华的宫殿里,享受着一切世俗的快乐。 他的父亲靖范王是世家族的首领,他希望他的儿子能继承他的王位,成为一位伟大的君主。 为了保护他的儿子免受世间的苦难,他下令不许任何老、病死僧人等不吉利的人进入宫殿,也不许他的儿子出宫游历。 然而西达多的心中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空虚,他觉得这种生活没有意义,他渴望了解真实的世界。 有一天,他偷偷地跟随他的侍从出了宫殿,他惊讶地发现,原来世界上有很多他从未见过的东西,有衰老的人,有疾病的人,有死亡的人,也有出家修行的人。 他问他的侍从,这些人是谁,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如此不同于他的。 他的侍从告诉他,这些都是人生的真相,每个人都会经历老病死,只有出家修行的人,才能摆脱这些苦难寻求解脱。 西达多深受震撼,他意识到他的生活只是一种幻象,他的快乐只是一种假象,他的命运只是一种束缚。 他决定放弃他的王位,离开他的家庭,出家修行,寻求真理。 他剃掉了他的头发,换上了僧袍,开始了他的漫长的旅程。 他先后拜访了当时最有名的两位哲学家,阿罗达加罗摩和乌陀加加罗摩,向他们学习了他们的教义,但他发现他们的教义都不能解答他心中的疑惑,他们的修行都不能使他达到彻底的觉悟。 他又跟随了五位苦行者,向他们学习了他们的方法,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极端的苦行,才能消灭身心的杂念,才能获得解脱。 西达多遵循他们的方法,进行了六年的苦行,他的身体消瘦到只剩下皮包骨,他的生命危在旦夕,但他的心灵仍然没有得到安宁,他的智慧仍然没有得到开启,他终于明白这些方法都是枉然的。 他必须另寻一条中道,既不沉溺于欲望,也不折磨于苦行,既不执着于外境,也不迷惑于内心,既不追求于行事,也不放弃于实质,既不偏于极端,也不陷于平庸。 这才是通往真理的正确的道路。 他离开了五位苦行者,来到了一棵菩提树下,他决定在这里静坐冥想,直到他领悟了生命的真谛成为了佛陀。 决者,他的内心充满了宁静与智慧,他开始用他的洞察力来观察世界,佛陀看到了无数生命中的因果关系,他看到了一切生命相互连接如同一张巨大的网,每一个行为都会在这张网上产生波动,影响着其他生命,他教导人们通过善行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世界。 他说,一切法从原生从原灭,缘起而有缘灭而无是明缘起法。 他解释说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,一切现象都是由无数的,因缘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,没有任何一种现象是独立存在的,也没有任何一种现象是永恒不变的。 因缘条件是变化无常的,当因缘条件聚合时,现象就产生了,当因缘条件散开时,现象就消失了。 这就是缘起法也就是因果法则。 他又说,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,因作如世观他说明说,一切有违法就是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现象,一切现象都是虚幻的,都是不实的,都是不可靠的,都是不可取的。 他们就像梦幻一样,虽然看起来很真实,但一旦醒来就消失了。 就像泡影一样,虽然看起来很美丽,但一旦破灭就消失了。 就像露水一样,虽然看起来很清澈,但一旦日出就消失了。 就像闪电一样,虽然看起来很耀眼,但一旦闪过就消失了。 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现象,不要被他们所迷惑,不要对他们产生贪爱或厌恶,不要对他们执着或逃避,不要对他们有任何的期待或失望。 他又说,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,但以妄想覆盖不见本性。 他指出说一切众生就是一切有生命的现象,一切现象都有佛性都有觉悟的潜能,都有成为佛的可能。 但是由于他们的妄想,就是他们的无名,就是他们的错误的认识,就是他们的扭曲的观念,就是他们的偏见和偏爱,就是他们的欲望和恐惧,就是他们的自私和自大,就是他们的烦恼和苦恼, 就是他们的一切不良的思想和情绪,这些妄想就像一层厚厚的黑云,遮盖了他们的本性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真相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佛陀的视野变得更加广阔,他看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,时间就像一条河流,无休止地流淌每个生命都是河流中的一滴水。 佛陀认识到每个生命都有其存在的意义,他说,一切法无常,无我苦空。 他解释说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,一切现象都是无常的,都是变化的,都是不可控的,都是不可依赖的。 一切现象都是无我的,都是没有固定的主体的,都是没有独立的自信的,都是没有自主的能力的。 一切现象都是苦的,都是带有痛苦的,都是导致痛苦的,都是不能满足的,都是不能安乐的。 一切现象都是空的,都是没有实体的,都是没有实质的,都是没有实相的,都是没有实在的。 他又说,一切法皆因缘合合无自性,无自在,无自主,无自立。 他说明说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,一切现象都是有无数的,因缘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。 没有任何一种现象是独立存在的,也没有任何一种现象是永恒不变的。 因缘条件是变化无常的,当因缘条件聚合时,现象就产生了,当因缘条件散开时,现象就消失了。 这就是缘起法,也就是因果法则。 他又说,一切法皆有因皆有果,因果相应不爽不错。 他指出说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,一切现象都有其产生的原因,都有其产生的结果。 原因和结果是相互对应的,是相互影响的,是相互制约的,是相互依赖的。 因果关系是不可违背的,是不可逃避的,是不可改变的,是不可否认的。 他又说,一切法皆有生皆有灭,生灭无常无常苦空。 他告诉说,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,一切现象都有其产生的过程,也都有其消亡的过程。 产生和消亡是无常的,是不可预测的,是不可控制的,是不可依赖的。 无常是苦的,是带有痛苦的,是导致痛苦的,是不能满足的,是不能安乐的。 无常是空的,是没有实体的,是没有实质的,是没有实相的,是没有实在的。 他教导人们通过观察一切法的无常无我苦空,来断除对一切法的贪爱执着妄想烦恼,来实现对一切法的清净平等智慧慈悲。 佛陀开始探索宇宙的更深层次,他看到了恒星的诞生与灭亡,看到了遥远星系的运动,宇宙中充满了奥秘,每一个现象都遵循着自然法则。 他说,一切法皆有数皆有量,皆有度皆有理。 他解释说,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,一切现象都有其数量的特征,也都有其质量的特征,也都有其度量的特征,也都有其规律的特征。 数量质量度量规律是一切现象的共同属性,是一切现象的客观标准,是一切现象的科学依据,是一切现象的智慧源泉。 他又说,一切法皆有相,皆有缘皆有何,皆有分。 他说明说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,一切现象都有其形态的特征,也都有其关系的特征,也都有其组合的特征,也都有其分解的特征。 形态关系组合分解是一切现象的相对属性,是一切现象的主观判断,是一切现象的艺术表现,是一切现象的美感来源。 他又说,一切法皆有性皆有能,皆有用皆有益。 他指出说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,一切现象都有其本质的特征,也都有其功能的特征,也都有其效果的特征,也都有其价值的特征。 本质功能效果价值是一切现象的综合属性,是一切现象的实践指导,是一切现象的道德评价,是一切现象的人生意义。 他教导人们通过研究一切法的数量夺理,来增进对一切法的认识理解掌握运用,通过欣赏一切法的相缘和分,来提高对一切法的感受创造表达享受。 通过探索一切法的性能用意,来实现对一切法的超越转化,贡献奉献。 佛陀在证悟真理后开始了他的步教之旅。 他在各地与不同的人交流解答他们的疑惑,指导他们修行吸引了许多信众和弟子。 他的教法被称为佛法,也就是通向解脱和觉悟的法门。 佛陀的教法包括四圣第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,缘起空性因果戒律禅纳,夜处轮回波罗蜜涅盘等等。 佛陀的教法不仅涉及宇宙的本质和运行,也涉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,以及如何实现内心的和平和幸福。 佛陀的教法被分为不同的部派和宗派,有的强调经典的研究和解释,有的强调禅定的休息和体验,有的强调慈悲的行为和回向,有的强调智慧的觉悟和证悟。 佛陀的教法也被传播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,与当地的文化和信仰相互影响和融合,形成了多样的佛教传统和风格。 佛陀的教法对世界的文明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也给无数的人带来了启发和希望。 佛陀在世时曾经预言了他的教法,会在未来的五千年内逐渐衰落,直到出现另一位佛陀名为弥勒佛,来继承他的教法开创新的佛法时代。 佛陀也曾经说过他不是唯一的佛陀,也不是最后的佛陀而是无数的佛陀中的一位。 他说每一个众生都有潜藏的佛性,只要努力修行都可以成为佛陀。 他说他所证得的真理,不是他独有的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证得的。 他说他所教授的法门,不是他创造的而是他发现的。 他说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,而是为了众生的利益。 他说他的目的不是让人们崇拜他,而是让人们效法他。 他说他的愿望不是让人们依赖他,而是让人们自立自强。 佛陀在世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,一切法皆由心造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世界,我们的生命,我们的幸福都取决于我们的心。 如果我们的心充满了贪嗔痴,我们就会看到痛苦和苦难。 如果我们的心充满了慈悲智慧,我们就会看到快乐和美好。 如果我们的心超越了一切,我们就会看到真相和自由。 佛陀希望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的心,清静自己的心,开发自己的心, 最终实现自己的心。 这就是佛陀的教法的核心和精髓,也是佛陀的宇宙的终极启示。 所以我们的心都不在心。 这就是佛陀的教法。